也希望他不會再邀請解放軍 進來干預我們香港的內事 因為這幾年他不斷透過不同的事件 不同的理由和不同的藉口 去大開中門 訪後吳三桂 邀請這個不單止是中國的遊客入關 中國懷疑有這個確診應徵的人士進來 而且他不斷透過不同種類型 例如DQ的事件 他不斷邀請中國政府干預我們這一面的內政 我想說的一件事就是 現在連深圳都封埋城了 香港呢 香港因為你落後到一個點就是 機場趕照丹橋口岸 最多人經過的關口 你還沒有關的 我不是說要煽動這裡的手足 在這個集會結束之後要做些什麼 賭路啊 示威啊 野蠻塞行動啊 之類之類的 但是如果呢 如果呢 未來有更多不合作的事件發生呢 我們呢 不需要呢 說給手足知道呢 都希望我們是清楚的一件事 就是呢 打死都不會跟你割 因為我們今時今日 我們很多香港人也都很清楚知道呢 錯的不是當日我們和他唾棄的勇武手足 錯的是一個最大的作用力就是一個政府 而這一幫勇武的手足都是因為這個作用力 而變成你的反作用力 所以希望你會就這件事件做最大的檢討 第一就是不可以再透過這件事件被中國的政府干預香港人的內務正視 第二就是希望港龍航空的朋友你們能夠加油打贏這一場仗 罷工也好 什麼行動都好 我們東沖人一定會支持你們的 多謝 好 多謝阿楊 再一次呢 呼籲呢 在場的所有人呢 我們呢 是有一個QR Code 是給所有香港市民一起參與一個聯署 因為呢 我們國泰管理曾聲稱呢 罷工呢 只是由工會去煽動一個員工他所做的 那希望大家得到我們香港市民的支持去告訴 管理曾聲稱你們都是支持我們要停飛中國 剛才說十四天隔離的一個問題 我都忘了說 由上星期開始 我的同事 去看醫生而已 沒有醫生夠膽看我的同事 為什麼呢 他問過你去那邊 大陸 醫生是馬上把我們拒絕門案 私家醫院都是 我們是陸陸續續收到很多的個案 我的同事想看過醫生而已 他都說 因為你是有去過內地 所以都被拒絕門外 在這個時候有誰可以幫到我們 大家都知道之前 醫管局震線 他們都發動了一場罷工 而我們都很支持他們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目的都是為了救香港 對吧 他們是這麼勇敢 每天站在一個戰線的前面 去為我們香港人 甚至是來自疫區 來自內地 所有人 只有病的他們都要去醫治他們 但是資源是否可以無限用 我們是否可以無限使用 他們這些慈善醫護人員 而不需要擔心他們 他們會不會有一天倒下 他們倒下 誰救我們香港 我們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 要幫忙去截斷源頭 這個也是我們講路 希望管理層 亦都希望香港市民 去明白和支持 他們的運動非常成功 由一個新工會成立 只有二千多個會員 可以到今時今日 是有過二萬的會員 因為他們支持工會的行動 而我們都很想跟你說 我們因為今次發動這個罷工 我們是陸陸續續都有很多會員的參與 我們是超過一百七十個會員 是立即加入我們作為會員 因為他們都知道 認同工會所做的事 我們所做的是行公義 這個時候 今天我真的很榮幸 邀請到醫管局前線員工 即工會 理事Chris 他打完 打緊於場上 他都來支持我們 分享我的感受 因為我們的目標都是一致 大家都是同路人 大家好 我是剛剛完了罷工行動 醫管局員工陣營的Chris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在過去幾個星期 這麼支持我們 謝謝大家 我可能不是太懂說話 但我有一點點分享 由年二十九 我很記得我們做的那個撐牌是沒有人來看的 只有一個蘋果記者來看 我很記得那天 但是我想會不會其實我們醫護把工真的不會成功呢? 究竟是不是真的我們那麼高度是沒有人認識呢? 但是之後我們那幾天是由二千多個月的會員 在新年那幾天放假的時候是暴增到二萬 我們每天日以繼夜夜以繼日不停收會員 這條龍是長到由我們學聯那裡開始排排到朗豪坊 大概有七百米 他們不介意等我六個小時八個小時 只是去交那三百元的會費 而我們的目標是一樣的 就是要全面封關 雖然我們達不到我這個全面封關的目標 但是林鄭月娥都跪下了兩次 才開始有現在這個叫做所謂的局部封關 再加全城檢疫 但是我也知道全城檢疫是不足夠的 他們十四天出來 昨天我看新聞已經有十四天 對著我們的訴求 令這個政府可以繼續去封關 因為我們是要截斷這個病毒的運輸鏈的 除了港龍之外 還有地鐵巴士等等的手足 都已經開始說是要採取工業的行動 所以很感謝大家 正在承傳我們這個罷工行動的意志 還有 真是想再多 再同意到所有人在場 所有人曾經支持過我們這場罷工的人 說句多謝 因為其實一個成立了兩個月不到的工會 要搞一個市務前例 有七千個醫護手足的罷工 其實真是很不容易的 其實一切所發生來得太急 或者我們可能做得真的不夠 所以 真是多多百合 多謝大家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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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關救港 封關救港 黑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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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謝她辛苦了 真的見到她都潮水派 其實她也打領了很多香港市民 完成了很多香港市民 她們的戰線是真是很重要 令到全香港人更加去知道 現在我們急切的危機是什麼 就是政府 無限量輸入這些病毒 而今天都很榮幸 我們邀請到特意由韓國來到香港 一直以來是跟香港人一起去經歷這個社會運動 由六月開始 她都是來到香港 很想知道香港人是怎樣去看這一場運動 因為她們看到現在的香港 就好像以前的光州那樣 好 在這時候呢 好 歡迎她們上台來自 光州香港團結委員會的朋友 好 歡迎她們上台來自 光州香港團結委員會的朋友 學會的表演 《南無線公司》是應該的城市 which is the background of the movie Taxi Driver 我也是在香港人中心中的事 In spite of Chinese government interruption, we had a public meeting last December in support of the Hong Kong protest It is a great honor for me to be here. I saw a great struggle that was in Hong Kong The protest of Hong Kong citizens is a role model of citizenship Koreans see Hong Kong today and know that a new global struggle is beginning I watched a YouTube video explaining why Hong Kong people is fighting One young man said, when 2047 comes, all Hong Kong people will be slaves That young man's cry is the reason I resist the threat of Chinese government in Guangzhou I will never give up as long as you Hong Kong people fight Chinese government and Hong Kong government is hiding the truth from citizens Yesterday I heard that a doctor who tried to stop the virus died And that angry Chinese citizens were asking for press freed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annot prevent Hong Kong citizens' fight From spreading through East Asia The embers of Hong Kong will burn all around the world Let's fight for world freedom together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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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ve invited a leading Engagement of B Koities 各位大家好,我是來自勞工組的 其他事情不多說了 我在這裡想跟大家說一下 昨天我們開始發起了一個聯署 就是要求將武漢肺炎 就像沙士和琴流一樣 就納入香港的職業病 那它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在沙士那裡有很多人經常滿口地說 那些死於沙士的醫護人員是英雄 但實際上我更加想強調 他們是工業傷亡的受害者 他們是政府和中國政府隱瞞事實之下的受害者 而為什麼要將這幾個疾病 列為職業病有什麼重要呢? 就是當列為了職業病之後 其實僱主對於保障員工的壓力就大了很多 因為他們有法定的要求去 有一定的賠償的金額 而他們以後去投這個勞工保險 亦都是代價是會高了很多 但是當然職業病的補償 只不過是一個最後的底線 因為我們根本不想有任何一個人患這個病 是不是? 根本香港就不應該再有一個醫護人員死於這些人 亦都是服務業的 或者是其他運輸業的 或者是辦公室寫字樓的 或者是家務工的 沒有一個人是應該在這個疾病裡面死 所以說到最後是首先要預防 然後先說補償 所以我們是要求立即封關 立即封關 我便不說那麼多了 最後就是不但在這裡跟大家說一句加油 而且我們其他朋友仍然會繼續在文宣 或者其他地方努力 在這個疫症的時候 大家最重要是留一條命 然後終有一天才可以脫下口罩 然後在布底相見 光復香港 光復香港 謝謝勞公眾的朋友 說得非常好 因為當初在SARS H1-1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看到當時的處理 起碼都比現在是迅速的 為什麼現在社會是應該繼續進步的 反而是有一個這麼嚴重的武漢肺炎的時候 大家變得守務 很慌和 不知道要怎麼做 大家都覺得不知所措 連政府都是 但所有人是依賴政府去比方向 我們公司企業也都依賴政府去比方向 除了我們作為前線員工的感受之外 今天也邀請到我們作為前線員工的家屬 去講一下他身邊的家人 他每一天可能會面對的 帶病菌 帶病毒回家感染的那種驚慌失措 而是因為他的太太剛剛生完小寶寶 他還沒有出來飛 他還沒有出來飛 但是他也說如果我的太太 之前生完寶寶已經沒有坐完 要出來飛的時候 我所面對的恐懼有沒有人明白呢 我們現在邀請他分享一下 我們現在邀請他分享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近期會用一個很有趣的名稱來形容自己 去稱呼自己 我在社交的媒體上 我會稱呼自己為兇嫂 原因是因為我太太是一個兇者 所以我們就變成了一個兇嫂 我記得我們曾經很想一幫兇嫂 是想去到外國去找一些口罩 回來幫其他人的時候 但是到這個疫情一路嚴重起來的時候 就發覺連在外國的朋友都開始說 好 資源我們幫你們找 但是唯一的原則 唯一的條件就是 你不要親自過來 其實那一下我是非常之感動的 但是一想到 剛才Rebecca也有介紹 就是說我和我太太 我們剛剛有個小BB 她現在是剛剛四個月大 還有她是我 我太太是她唯一的奶源 唯一的食物的來源 那 市民 她快要放完 她有產假了 她就要回去 我們唯一的奶源 就要去到這個 不斷地在一個高風險的前線裡面 不停地去 仍然去工作 去緊守自己崗位的時候 這件事作為家屬 我是十分之擔心的 但是 同時 由於她也是在工會裡面 有參與 所以我很清楚知道 如果她不是和大家一起 在前線裡面 她那種 為大家爭取的力度 可能未必是去到那個 不足 所以我呢 作為家屬 我是會很 很緊急 因為就來用完了 那些價錢 所以現在就很想 就是說 怎樣可以在 她要飛之前 那我們就要去 希望呢 令到公司是有安排 去令到呢 我們這一個 嬰兒的奶源 不需要受到這個 污染 但是 亦都很想跟大家說 就是說 其實 可能 大家過去 可能對工會 或者 對這些 政治的事情 大家都會失望 而去有冷感 但我很想告訴大家 無論高牆有多高都好 如果大家願意團結 其實大家看到醫護 我很想告訴醫護的朋友 因為我也是一個 前醫護的一個 工作人員 我很想告訴你們 其實你們那場仗 你們沒有輸 我想告訴你們 如果不是有你們的堅持 有你們的犧牲 絕對不會令到這個 777 他會願意這樣去跪下 我是深信 你們是打了一場 美麗漂亮的一仗 但我都很想 很想很想 我們這個空中服務員 我們都 真是 如果大家 是未入工會的 快點 sign up 因為你們需要 去團結起來 那麼 你自然 就可以有機會 去挑戰這個高場 也都求大家 繼續保障 我們家裡的唯一的奶源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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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我想大家是完全明白我們的感受 我們作為前線員工的感受 作為前線員工家屬的感受 作為香港人 我都相信你今天來到 是因為你們感受到我們所感受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同一屋簽下 我們都是香港人 或者生活在香港 大家都是不想受到感染 大家都很想快點完 這個病毒 我們明明是今天星期日可以享受一個家庭 享受一個美好的假期 為什麼 在街上 大家看到人不是很多 去看戲 大把位 去餐廳 沒有人幫襯 為什麼搞到今時今日 這樣 就是因為政府的無能 它的管治 竟然可以有這麼多的漏洞 封鎮關口 竟然說是封鎮機場 深圳灣 港珠澳 很明顯它根本就是 要去遷就 阿爺 給他的指令 你一定要留個徒生口 要不然那些人怎麼走下來 那為什麼澳門又可以不用了 你有沒有看今時今日 竟然會覺得澳門做的 竟然可以比香港那麼多厲害 當初大家可能去取笑這個 何一成是信一成 現在大家都會很支持他做 他連這個博彩業都可以停止 但是香港人可以做些什麼 我們每一天就是可以去 撲得口罩 撲得廁紙來 都不知道我還可以做些什麼 那種無力感 就是因為政府 我都說香港人其實都經歷過 大大小小的戰役 由沙士的時候 香港差點成為疫爆 我們那個時候都可以捱得過來 是因為我們都看到 起碼有個希望 因為大家只要努力齊心去做 大家未至於要攬住一起死 但是現在 我們好像現在去等死 那種惶恐 是我們每天都要面對的 每一個行業的人 都有去過職責的 其實 除了醫護 我們作為空中服務員 我們所說的病毒運輸鏈 是因為每一關口 其實都是你們都在裡面的 所以是每一個人 我們都是有責任去把關的 我們是同路人 去為香港做事 我自己在H1N1的時候 已經是空勤人員 我好記得當時 只要每一班航機抵達中國 就已經有檢疫人員 是為我們量度體溫 為所有乘客 為所有空服員量體溫 當時只要有一個乘客 有發燒 我們是乘組 機組人員都需要被隔離 我當時是曾經就需要被隔離 在上海一個很落後的賓館 在上海邊界 的士司機都不會來找我 因為他們是要防止這個疫情爆發 是將我們安排在偏遠的地區 為何十幾年之後 我們可以退步到這樣的 你們這些機組人員是有確診的乘客 那些機組人員都還可以在飛 他們是隨時受感染的時候 是將這些病毒散播開去的 所以才令到我們的會員 肯站出來 簽下投名狀去決定罷工 因為他們覺得我份工已經不是最重要了 只要我站出來 去和大家站在同一個戰線上面 我們是做接力 我們做醫護陣線人員 我們做接力的一個 但下一個接力的是你們每一個人 所以希望每一個行業的人 你們喚醒你們身邊的同事朋友家人 一起走入一個戰線 就好像六月的運動的時候 我們都是慢慢醒覺 然後越來越多人加入 由一百萬人到二百萬人 由六月到現在已經二月了 還有四個月就是一周年了 我們都還站出來抗戰 不單止抗疫 我們都沒有忘記到所有的手足 因為今次這個疫情沒有在社區被爆發到不可收拾的階段 都是傳來當初的手足 令到所有那些內地廉價團停止來香港 這些是有可能成為超級波讀者的人 沒有在香港出現 所以現在才是希望 有這個希望 我們是未去到爆發得那麼緊要 希望大家記得這件事 我們全部人都是永遠 Stand with Hong Kong Fight for Freed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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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d with Hong Kong Fight for Freedom 謝謝大家 今天的集會 是很多謝你們 希望繼續用這個QR Code上網去做這個聯署 去幫我們和管理層反映 我們的罷工不只是為我們自己 我們是因為想為香港人去爭取 停止這個波讀這個方向 我們不想再把這個病毒帶來香港 最後 我們一起再叫一個口號是 我們要 停飛逆區 停飛逆區 不和理非 停飛逆區 停飛逆區 不和理非 不做病毒輸送鏈 不做病毒輸送鏈 人命緊要過賺錢 多謝大家 謝謝 感謝 的 。